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拿出漂亮的片子珠光粉 因为我想要做魔幻蘑菇 用我们的水彩笔涂在盖子上 我想要留圈圈的部分不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突然想到可以翻起来涂鸦 继续每个角落都涂好涂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涂好放在旁边 准备工具 我们的电子称 是那种可以称到0.1的那种 放上回收利用的优格杯子 我们第一杯A计 先称45克 B计15克 一共60克 要搅拌均匀 有大量气泡没关系 调一点色粉 白色珠光粉加银色金属粉 搅拌均匀 我会静置约15至30分钟消泡泡 拿出底座模具 倒入竖纸 好的 很明显不够 必须再调一些 这次多一点 A计60克 B计20克 一共80克 一样搅拌再消泡泡 倒入模具 没有倒完 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 剩下的不浪费调色做盖子的部分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倒入模具 再来调一次 做盖子的部分 A计是45克 B计是15克 一样搅拌均匀 一样会有很多气泡 静置消泡 静置后再倒入盖子模具 还是没有倒满 再调一次 A计27克 B计9克 一共36克 搅拌均匀 静置消泡 静置消泡 倒入模具 这个模具 要倒满 才可以盖上去 差一点点 我这边又调一杯15克加5克的 我们就把它倒满 要倒这样 有得凸出来 还氧树枝多少 还是会缩一点点 所以要倒满压 静置两天硬化 完全硬化了 要来拆模具了 有够难拆 对着 静置 静置 底罐顺利拆下来了 是我要的剑层杆 这次新买的树脂硬度 我喜欢 再来拆盖子 盖子很难拆 玩具收一收 我就给你看电视 你都不收 就那一点点 也就收一收而已 手滑 滑到伤口了 没事卫生纸擦一擦 继续上弓 拆下来了 表面一层反光好看该看看合不合 哇 好卡哇伊的罐子 接下来是上色环节 这次我要试试用光疗指甲油上色 电动摇匀器 着色剂也可以用 蛮方便的 大家可以上网找看看 我要画蘑菇盖子的圈圈 我要画蘑菇盖子的圈圈 再次请不吝点赏 这次电动摇匀 手区 我也有很多 电动摇匀 看来 吴 摇それ 里面 酷 我来说 我跟你说 对 感谢观看 拿去照灯 我会再加一层UV胶填满那个凹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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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拿去照灯 就完成了 今天就这样 下次见罗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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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